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中国的汉字博大精深 往往这一个汉字 就会蕴藏着一个故事 甚至是一段历史 今天咱们节目一开始 我先给大家出个谜语 打一个字 您猜猜这个字是什么 您先看这个谜面 谜面是什么呢 星字头 宝盖腰 林子下面大火烧 打一个字 您猜的是哪个字 我估计您是猜不出来 这么着我告诉您得了 您看就是这个字 这个字念什么呢 我估计您也念不出来 因为这个字写着太复杂 它读 窜 在字典里 这个窜 它是烧火做饭 与锅灶的意思 说来也巧 在云南东部 有这么个地方 人们都称那里为窜香 难道说这个地方 与做饭 或者锅灶一类的东西 有什么渊源吗 在云南省陆梁县 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一千五多年前 一支以篡围姓氏的部族 为躲避战祸 从中原向西南 偏远地区迁徙 沿途与敌军经历了数十次战斗 但总是胜少负多 当他们来到陆梁后 却突然扭转了颓势 面对外敌的入侵 屡战屡胜 据说 窜世部族在当地 发现了一处闲耀之地 占据此地 便可以借助地形的优势 阻挡外敌 第一道防线是一处迷魂山谷 敌军进入到此处 谷中树立着无数根 五彩斑斓的柱子 会形成一座迷宫 使人无变东西 更神奇的是 对方的马匹和士兵 还会深陷流沙之中 很快便会被沙子埋没而丧溺 即便有人侥幸闯过了彩色山谷 接下来便会面对一条狭窄草谷 奇怪的是 战马只要走到谷口 就会浑身抽搐 任凭被人强拉硬拽 也不敢往草谷内前进一步 似乎有种未知的危险 潜伏在前方 从汉代至唐代 今天的云南全境 及四川南部 贵州西北部地区 统称为南中 而篡市部族 则逐渐以陆梁为中心 建立政权 统治南中地区 长达四百余年 所以 现在人们又称陆梁为篡乡 那么 这支神秘的部族 究竟从何而来 传说中的彩色的山谷 和战马不敢进入的草谷 有是否存在呢 为了寻找答案 地理中国设置组决定 到陆梁进行实地调查 陆梁县位于云南省东部 隶属于区境市 据省会昆明 约一百一十千米 设置组到达陆梁后 决定从彩色的山谷 入手调查 当地居民说 那处彩色山谷 确实存在 现在 人们将那里称作 彩色沙林 彩色沙林 位于陆梁县城 十五千米的地方 随后 设置组马上驱车赶往那里 眼前的这片山谷 层栏叠障 而且 山体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 可以清晰地分辨出 白 黄 红 绿 黑等色彩 设置组沿着小路 走入山谷 近距离观察 并触摸这些山体 设置组惊奇地发现 构成这些山体的 竟然是疏松的沙子 你看这些彩色的沙风沙柱 看似坚固 但是你要是 如果轻轻地这么一碰 你看 就 好 差点砸着我 这个设置组 来到沙林的时候 这里已经修建成了 可以穿越其中的道路了 可是当地向导说了 几十年前 没修路的时候 人们经过这里 十分困难 有时候不小心 就会深陷松软的沙子之中 而且这个山谷当中 还会经常地 刮起一股风 这个风卷着沙子 让人睁不开眼睛 变不清东西 这就会让人 从心理上产生一种恐惧 传说中 这片彩色沙林 这只是守护窜势不足的第一道防线 据说还有一条可以阻挡战车站马的草谷 就在不远的地方 于是设置组决定要到那条草谷去一探究竟 在向导的带领下 设置组从彩色沙林 继续向东南方向 行进了一千米左右 来到了一条狭窄的山谷入口 向导说 这里就是那条可以阻挡战马的草谷 当地人称这里为 精马草 设置组决定 在现场做一个试验 他们请当地村民找来了一匹马 那么将它迁入精马草时 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好吧 行李 进 紧张的时候它马身上会有什么反应 马身上 它会斗身 斗是吧 你看 马高 哪儿 高 摄置组发现 即便是受过训练的马匹 在进入精马草后 也会出现止步步前现象 甚至受到了一些惊吓 究竟是什么力量会对马匹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 摄置组认为 要找出其中的原因 就必须找到一些当地的资料史籍 当地向导告诉摄置组 关于篡市的资料留存不多 但在当地的马街镇 靴关捕村 有一块篡市仙人留下的石碑 可以从石碑入手寻找线索 马街镇 虚关捕村位于陆梁县城以南十一千米 跟随村民 考察队来到石碑前 进而发现石碑叫做窜龙岩碑 始建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 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碑文记述了篡市部族大将 宁州自使篡龙岩镇守南中的丰功伟绩 舍制组注意到 碑身底下的一个边角处 有一处明显的残区 村民说 很久以前 石碑无意中被撞掉了一块 当地百姓认为 石碑汇集了天地灵气 堪比奇物 于是就将过碎的石块泡水饮用 没想到竟然有致病的功效 这些碑上碑上的一些 就是烤了 还有有病啊 就烤了为谁吃了 吃了就能好 把那个碑上碑上的 烤掉的就是过去 烤掉的了 那个怎么能吃呢 那是石头啊 烤水吃 烤水吃 石碑能够治病救人 听上去确实匪夷所思 舍制组分析认为 这很可能与石碑的材质成分有关 这时 入梁县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 他说 之前文物部门 曾对石碑的材质 进行过鉴定 确定是碳酸炎炎 随后 设置组咨询了医学专家后得知 碳酸炎炎经过高温水煮后 其水质会呈现出弱碱性 饮用后 对因胃酸分泌过多 引起的肠胃不适 有一定舒缓作用 而且 当地村民一直对石碑 十分敬畏 在这种心理作用的影响下 也会让他们认为 石碑是有治病功效的 在这个窜龙炎碑的碑文中 摄置组找到了一些 关于窜世部族由来的记录 元祭汉末 彩溢于窜 阴世足焉 这个意思是说 汉末时期 其先祖迁徙到了一个叫窜的地方 后来 人们便以窜为了姓氏 可是这个叫窜的地方在哪里呢 对于这个问题 明代史学家顾延武先生 曾经做过研究 他在其所著的 《天下郡国利病》书当中写道 窜是本安逸县人 东进时为南中太守 这个安逸县 就是现在山西省的那个下县 现在那儿还有一个村子叫全村呢 据说这个村子原来不叫全村 就叫窜村 后来为了便于书写 就把这个窜根据山西方言的谐音 改成了全 那么窜村这个名字 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对于窜村名字的由来 史料上没有记载 人们了解到的唯一线索是 出自当地的一个传说 秦朝灭亡后 出汉争霸 内国贵族魏豹 投奔了项羽 随后被项羽封为西魏王 定都安逸 为了铲除魏豹 刘邦便派韩信 统领十万大军 围攻安逸 大军在安逸城外的几个村子 安营扎寨 其中火头军 为了保障十万大军的一日三餐 十分辛劳 其所在村子的上空 炊烟从不见断 所以后来 当地百姓变成这个村子 为窜村了 其实我国有很多地名啊 都与它所处的这个地区的历史背景 或者地理位置 或者自然环境 有很大的关系 你比如说陕西的华阴市 它就是因为地处华山的北面而得名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华山是东西走向的一条山脉 您看 这个山的南侧呢 日照时间长 一般就称为阳 而山北面呢 那自然就称为阴了 还有一个地名啊 也很有意思啊 那就是安徽的蹦步市 您看这个蹦字没有 它是个多阴字 作为贝类动物的时候呢 它被读作蚌 大家熟知的珍珠 就是在蚌体内长成的 因为这个地方啊 盛产荷蚌和珍珠 又因为它地处淮河河畔 所以蹦步便由此得名 得了 咱们还得言归正传啊 这个摄制组啊 原本想从窜龙岩碑当中 寻找一些关于彩色沙林 和金马曹的线索 但是碑文上并没有任何的记载 那么接下来的考察 到底该如何进行啊 摄制组听说 有几位地质专家 正在陆梁进行考察 于是联系到了他们 希望得到专家的帮助 他们首先来到了彩色沙林 地质专家对这里的地质环境 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张世涛 昆明理工大学 国土资源工程学院教授 对西南地区的地质构造 有着长期的研究 张世涛说 这种地贸叫冲沟地贸 是经过河水或雨水 常年冲刷金石切割而形成的 据他推测 几百万年前 曾有一条河流从这里经过 由于这里地势低洼 河流中携带的一些沙石 便在这里沉积 在构造运动中 地层隆起 地表灰岩密布 很难存住水分 所以这条骨河便消失了 它留下的沉积物 经过多年的风化金石 逐步演变成了沙林 在沉积的时候 它跟环境有关 就是缺氧的环境下 它一般会形成灰色的 暗色料的 这样的这种颜色 氧海洋比较充分的情况下 它一般会形成一些 红色 白色 黄色 这样的特别 张教授说 构成彩色沙林的沙子 十分细腻 极易松散 在古代没有修建道路的情况下 要想穿越这里 人员和马匹陷入沙地 是很有可能的 随后 考察队继续前进 来到了金马桃 在之前的现场试验中 马匹不敢从这里通过 而且出现了受惊状况 这些反常的现象 又该如何解释呢 王家雪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对云南省的高原环境 做过深度研究 我看最窄的地方 它的那个马的那个脚 它必须要下的这个地方 只有二十八里 王教授发现 金马桃的形态十分特殊 属于两头宽 中间窄 两头骨口的宽度 在三点五米左右 而中间最窄处 只有不到三十厘米 谷地两侧 有很多凸起的尖石 专家说 这种环境 很容易让马匹感知到危险 但是专家又说 久经沙场的战马 大都经受过专门的训练 完全可以通过狭窄的空间 于是专家推测 这会不会和马的听觉 有什么联系呢 随后 队员们利用声音监测设备 进行了检测 结果发现 金马桃骨口的环境音 比周边地区要高出两倍以上 这种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呢 在生活当中 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 或者叫经历吧 就是在呼唤远处人的时候 经常会把这个双手拢在嘴前 做成一喇叭口 你看 这样就可以达到 拢音 扩音的效果 专家说了 这个金马槽的奇特造型 就像是我笔合的这个喇叭口 你看 就是这样一个造型 这样的构造 十分有利于声音的汇集和放大 但是考察队还有一个疑问 这就是金马槽 就这个金马槽只能把声音放大 但是它不会发出声音 那么这个声源到底在哪呢 王教授对金马槽周围的地形 进行了仔细的勘察 那么在这边 他发现 金马槽其中一端的开口 正对着彩色沙林 在彩色沙林中 考察队员们可以清晰地听到 呼啸的风声 我们这个地方离这个金马槽很近 那么风从这在这个里面吹 迎着这种沟谱 要往一往上船 金马槽的那个地方 两侧又是两个喇叭口 又实在地有一点放大作用 那么就会是在那个地方听得 感觉就像这个金马槽自身 专家断定 彩色沙林就是声音的来源 这些声音被喇叭形状的草谷 进行放大 并形成了一些高频超声波 这种声波对人类来说 没有什么影响 而马匹却对这种声波 十分敏感 这就会使得他们走到这里时 会止步步前浑身发抖了 考察队员还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篡氏部族 为何要跋涉几千里来到陆梁呢 在陆梁 记者找到了一位篡氏后人 但是他并不姓篡 而是姓姿 他说 现在陆梁已经没有 以篡为姓氏的人了 因为当年篡氏政权 被南兆国所灭后 族人为了免遭屠戮 大都已被迫隐姓埋名 就改姓 姓阿 明朝的时候呢 我对一个先祖 立了很多战功 当时朱元璋了嘛 就赐了这个资姓 资坤说 听老人讲 由于东汉末年天下大乱 为躲避战祸 篡氏部族被迫南迁 寻找新的栖身之地 在滇沛流离的几十年后 这只部族来到了南中地区的 同乐县 也就是今天的陆梁 发现这里不仅地势平坎 土地肥沃 而且还意外地发现 彩色沙林和金马草 这类可以抵御外敌的天然屏障 于是便在这里定居下来 考察队发现 陆梁确实如资坤所说 地势平坎宽阔 其中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湖泊 湿地和潜水塘 聚身其中 仿佛是到了江南水乡一般 为什么陆梁这块地处高原的地方 也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呢 你看我们后面这个山 叫龙海山 比我们现在平坝的地平线的话 就高了很多 根据这个断层痕迹 张教授还原了陆梁地区 过去存在一个大型高原湖泊的历史 大约在两亿年前 云贵高原开始不断抬升隆起 断层下陷 形成了产生湖泊的前提条件 湖盆 随着周围的河流汇入 再加上降水的蓄积 逐渐形成了一个大湖 后来由于云贵高原继续抬升 湖水慢慢从周边的裂隙流出 湖泊的面积开始逐步萎缩 现在我们看到的陆梁境内大大小小的湖泊 湿地和水塘 就是那个大型湖泊萎缩之后的形态 这个高原湖泊的末期阶段 也为窜世不足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我们从下面这个地形图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陆梁这是个盆地 随着湖泊不断退去 湖中的沉积物将盆地中的中间部分 逐渐地就填平了 使得这里的土壤十分肥沃 再加上残留的湿地和水塘 为它提供了水源 所以非常有利于耕种 所以陆梁自古便是云南的重要粮仓 千百年来篡世不足 以及后人一直在这里繁衍生息 篡文化在这里一直是影响深远 虽然篡这个姓氏已经不多了 但篡世不足留下来的铸铁树 水填灌溉和中医医术 一直被人们当作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流传至今 所以当地的人们还是更愿意把陆梁叫做篡香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下次节目我们再会